追女生的四个不要 一 不要过早的暴露需求感 就很多男生在追女生的时候呢 因为担心女生被别的男生抢走 或者说呢 想快速的确定关系 然后就会做出一些讨好贵点 或者是表白的行为 张口闭口呢 就想约约约 就是当女生还没有被你吸引的时候 或者说呢 你们之间的关系还不到火候的时候 你张口闭口的就想约女生 会给女生一种目的不纯的感觉 第二 不要纠缠 就是不给你信息的时候 你该干嘛就干嘛 你不要老是问人家 你为什么不回我消息啊 你在干嘛呀之类的 第三 不要跟女人讲道理 大家都知道 女人是不讲道理的 大多数的女人呢 都是感性的 而不是理性的 出了问题呢 女生看的是态度 第四 不要花钱买爱情 所谓花钱买爱情 就是通过不断的给女生发红包 送礼物 给她买奢侈品等等 试图呢 通过这样的方式 得到相应的汇报 事实上是 花钱买爱情 只会成为备胎 约会的时候 女生带闺蜜 该怎么应对 肯定有些博主呢 她闺蜜让她嫉妒 她就爱上你了 这种就是纯扯淡的 如果说你这样做了 那她和她的闺蜜呢 就会认为你是个发心的男人 或者说呢 你就是个大傻子 你搞不清楚局面 回头就把你拉黑了 咱们今天呢 不是扯淡 不是鸡汤文 我会教你全网最正确的应对方式 先点赞收藏再学习 其实女生带闺蜜啊 一般呢 她就是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 就是没提前和你说 你觉得你约的是一个人 结果呢 突然来了两个人 然后呢 妹子会当着你的面 和你说 哎呀 我这个朋友呢 来找我玩了 结果呢 我又和你约好了 我觉得把她扔在一边吧 也不太好 我就把她一起带过来了 你不会介意吧 这种啊 就是百分百的骗吃骗喝的 你怎么应对呢 扭头就走 回头就把它删了 不浪费任何的时间 兄弟们啊 记住 一个真正想和你交往的女生 即使她要带人过来 她也会提前和你打招呼的 来咨询一下你的意见 不会直接就带过来 凡是直接带过来的 那就是蹭吃蹭喝的 第二种呢 就是提前会和你商量 说我一个女生 大晚上的 我有点不放心 我可以带个朋友吗 或者说 我有一个朋友 刚好呢 找我来玩 然后刚好 我又和你约好了 我觉得吧 把她扔在家里 不太好 你看我把她带上 可以吗 咱们一起吃个饭 那女生都说的这么成品了 你也没办法拒绝 那就只能坦然接受了 然后呢 我再来讲一下 吃饭的时候呢 你应该怎么去做 一句话就是 照顾好她闺蜜 你不要只和这个女生聊天 然后全程的 不搭理她闺蜜 她闺蜜会觉得 自己是个电灯泡 然后很难受 很无聊 因为女人嘛 都有嫉妒心 她发现 你只和这个女生聊天 然后你不搭理她 她就会恨你 她回头就会说你坏话 她会和这个女生说 哎呀 这个男生 我看也不打地呀 油嘴滑舌的 满嘴跑火车 算了吧 别和她谈了 那你基本上也谈不成了 一定要照顾好她闺蜜 没事呢 你就夸她两句 你说 你闺蜜长得也挺漂亮的 果然是美女和美女都在一起 然后点菜的时候呢 照顾两个人的口味 问问女生你想吃什么 再问问她闺蜜 你想吃什么 这样一番操作之后呢 她闺蜜会很开心 因为呢 你夸她了 你还照顾了她的口味 她就会帮你说话 说 我看这个小男孩挺不错的 情商还挺高的 挺好的 挺合适的 好好谈吧 把握住 女生为什么会带着闺蜜呢 就是让她来把把关呀 看看这个男人到底行不行 就是当个参谋 那么你表现好一点的话 她闺蜜再帮你说几句好话 你大概率就能搞定她 80%的男生都不知道 女人眼里的情绪价值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兄弟 认为情绪价值就是哄着女生献殷勤 那她绝对当个舔狗 因为只有舔狗才会围着女神寻寒问暖 而真正会提供情绪价值的男生 只会让女人围着她转 这期视频呢 点赞收藏起来 揭露女人眼里的情绪价值到底是什么 第一点 外在吸引力 对女人来说 最初级的看颜值 高级的看人格 颜值呢 只能决定最初的吸引力 女人看见帅哥会本能的产生期待 做办案上头 但如果说你只有颜值 没有内在 女人最后还是会下头的 那为什么高级的看人格呢 女人的基因是自带的 她们需要的是能让她们产生信任感 能领导她们的男人 林志玲为什么对黄博情有独钟呢 就是因为这种自身散发的人格魅力 第二点就是能让女人产生情绪刺激 看过佟景城的兄弟都知道 嘴皮子耍的溜 能带动女人的情绪 跟着自己走的才是高手 常规里的虚寒问暖先殷勤 只不过是情绪价值里最low的点 只有奴隶照顾主子 才会采取这种低位 欺悦高位的方式 真正的情绪价值是正常的反馈 你能精准的刺激到对方的需求 能让他跟着你的思维走 他才能对你上头 想要做的这一点呢 你自身不能怂 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讲的第三点 自信但不普信 在女人眼里啊 男人最有魅力的表现就是自信 自信的男人呢 通常人格都是极其独立的 让女人呢 有一种求而不得的感觉 一个恋爱里的强者 能无视任何的年龄挑战的限制 通知一切女人 她们是解决问题的主导 情绪价值的提供方 掌握感情的主导权 就是当一个女人 对你产生需求感 而得不到的时候 上头只是时间问题 总结一下 强者思维是给予 我敢给你情绪价值 我也能随时收走 舔狗思维是需求 她需要一个女人 所以被迫提供情绪价值 最后呢 兄弟记得分享给你的舔狗兄弟 让他多看几遍 不懂得随时来问我 女生的心思真的太好猜了 兄弟们 你就记住一句话 遇事看反变 她想要一个一米八五的高个 那她可能就是个小土豆 她想要有经济实力的 那她现实呢 很有可能就是一穷二白 她想跟你要情绪价值 说明她非常缺爱 跟你要仪式感呢 说明她生活非常枯道法味 她想让你付出 那就说明她不想付出 等着你来 她对你冷淡呢 就说明她在对别人热情 她没事呢 就跟你吵架 说明她有什么 必须要跟你吵架的理由 只要女生嘴上提出来的 遇事看反面 都能罢就不离世 但是要记住啊 如果你想达成一个目的 不是看她的需求 而是你想要什么 供养者和情人 有四大区别 第一个 供养者觉得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最大的作用呢 就是挣钱给女人花 如果没钱的话 那我就没资格谈恋爱 而情人认为呢 一个妹子爱上我 只因为她是一个女人 我是一个男人 女人就应该爱男人 所以呢 即使她穷得叮当响 一个月呢 就挣一千八 她也敢去聊妹子 第二个 供养者呢 总是去想讨好女人 他们觉得 只要我给她买东西了 给她花钱了 她才有可能接受我 而情人认为呢 一个妹子爱上我 只是因为我很优秀 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爱是无条件的 第三个呢 就是供养者的竞争力 就是她的赚钱能力 就很多供养者 她是没有个人魅力的 她的情商也很低 然后也不自信 也没有男人味 说白了呀 妹子根本就不爱她这个人 而是只图她的钱 所以很多供养者呢 会被女人利用 然后成为提款机 而情人的竞争力 在自己身上 比如说她情商很高 生活很精彩 然后有品味 有故事 有男人的魅力 妹子爱的是她这个人 而不是那些身外之物 第四个 妹子和供养者交往呢 他们全程都是很理智 很清醒 他们知道我和你谈呢 你会给我买手机 你会给我买包 你一个月呢 给我一万块钱 这就是我想要的 她这个算盘算得很清楚 而妹子和情人交往呢 她是有情绪的 她会上头 她会爱上这个人 一天不见 我就想她 我愿意和她搂搂抱抱 我愿意给她生孩子 她过生日 我给她买礼物 我可以和家里说 我不要彩礼 我就愿意嫁给她 真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所以你们是想做供养者呢 还是想做情人呢 当女生问你 你今天有空吗 该怎么回答 就我发现很多男生啊 很容易纯心荡漾 女生一主动 然后她就不淡定了 就以为机会来了 就立马回复道 只要是你找我 我随时都有空 大多数男生的思维方向 就是去讨好女生 兄弟们想一想啊 一个从来不主动找你的女生 然后突然问你有没有空 要么呢 就是找你借钱 要么就是找你帮忙 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女生 她在做筛选 就是通过主动聊天的方式呢 去试探这个男生 看看这个男生 有没有填过的前提 所以在追女生的过程当中啊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男生呢 都应该先冷静下来 调整好思维 然后呢 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 而不是去讨好女生 那正确的回答应该是 刚刚忙完 怎么了 就是至少没有讨好的痕迹 说刚刚忙完呢 也能展示出你努力工作的价值 男生要明白啊 只有展示出价值 才会产生吸引力 就是这两种回答的方式呢 给女生带聊的体验感 会完全不同 当一个男生 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会让他有一种得不到的感觉 这样反而会让女生 越来越想靠近你 而讨好女生呢 不会让他对你产生好感 更不会让你们的感情有所发展 只有展示吸引力 才能让女生有恋爱的体验感 促进感情的发展